大半夜 女孩在电梯里遇到一个戴头盔的神秘人 她不敢多想赶紧回家 可是紧接着 她在自己家里 看到明显被使用过的衣物 以及监控里让人惊恐的一幕 刚才见过的那个头盔哥 出现在他家 走进屋中一个角落再也没有出来 女孩迟疑着转过头 破败的桶子楼里 打击血肉的闷声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这个出场八分钟的女孩 就这样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了 这位陪女孩玩捉迷藏的人是华哥 连马桶也要擦得一尘不染的洁癖 冰箱的水必须摆一个方向的强迫症 这一天 他接到哥哥出租房房东的电话 他还拖见我的房租 人却不见了呀 华哥当下显得有些焦虑 他想起小时候 那个让他讨厌又嫉妒的哥哥 当晚就做了噩梦 不过到底是亲人 第二天 华哥带着妻女去了桶子楼 一个贫穷的社区 张家辉已经失踪两个月了 可是屋里却有好几套女人的义务 房东又口口声声说 他是一个人住 在这住了近两年 周围的邻居不但不认识他 还哥哥谨小慎微 不愿意陌生人多接触 华哥形容哥哥的信息未果 却发现了另外一件诡异的事情 每家每户的墙上都画着奇怪的方块圆圈和三角 以及图案后面的数字 通过与邻居们的短暂交谈 华哥得出了一个等式 而哥哥的墙上除了一个方块之外 下面还画着一个对沟 华哥在这边百思不得其解 那边他的妻女却出事了 女人想玩游戏机 妻子阿万回车里拿个硬币的功夫 小孩子就不见了 大街小巷找了一圈 后来发现孩子被困在自己的车里嚎啕大哭 而驾驶座上 打不开车门 女儿在车里拍玻璃 母亲在车外对着傻子吼叫 最后还是一个女人站出来 把傻子赶下了车 华哥赶到的时候 傻子已经不见踪影 救了他们的女人 则坚持带一家人去家里坐坐 她叫秦秦子 有一个英语发音很标准的女儿 相比于桶子楼里的其他人家 她家里还是很宽敞明亮的 不 这里糟 我不喜欢这里 秦秦子的身影顿了一下 但很快恢复如常 与两人寒暄 你们应该住在很高档的地方吧 为什么来这里啊 这这么破 华哥趁机打听自己的哥哥 没想到秦秦子刚听到房号 就神色大变 把一家人赶了出去 华哥却看到秦秦子的家门口 画着方块圆圈和三角三个图案 下面与哥哥家一样 是一个对沟 华哥让阿万先带着女儿回去 他今晚住在哥哥的出租房里 除了傍晚有莫名其妙的敲门声外 这个房子没有任何异常 可是第二天 华哥却发现自己的门禁卡和手机都不见了 墙上还出现一道暗门 打通到隔壁房间 华哥没有看到摄像头上干涸的血迹 这是故事开头死去的那个女孩的家 而另一边 阿万带着女儿在车库中 看到了矗立在一旁的头盔哥 不愿多生是非 阿万赶紧带着女儿进电梯 可是 这个神秘人跟着他们进了电梯 看着头盔哥按的是比他们高一层 阿万松了口气 可这个手里拿着黑散的头盔哥 实在是太奇怪了 进门书密码的时候 阿万不放心地回头看了一眼 头盔哥居然静静地盯着他 一旁的女儿却以为妈妈忘记了密码 大声把密码喊了出来 嘘 你个熊孩子 还好后面的电梯门已经关上了 保险起见 阿万还是改了密码 这下应该万无一失了 他看不到此时的门外 阿万收到门外通知去拿快递 一个轻飘飘的小盒 华哥用一个陌生号码打电话过来 让妻女千万不要随便出门 他今天查询哥哥的消费记录 最近的一次居然是他家旁边的超市 而所谓的快递也不过是个空盒子 此时女儿的面前 敲门声已经响起 阿万赶紧往家跑 电机门被钱包挡住 他顺着楼梯往上爬 总算赶到家里 抱住哇哇大哭的女儿 可是她的身后 门还是没有关上 亲君一发 好在妈妈及时带上了门 挽救了一场悲剧 可是赶回家的华哥 面对警察的询问 却什么都不肯说 阿万对着丈夫歇斯底里 你还想瞒到什么时候去 华哥说出了实情 他的哥哥两年前才接受了牢狱之灾 因为他在小时候给哥哥做了伪证 诬陷哥哥强奸 这么多年一直心怀愧疚 那个头盔哥一定是哥哥想报复他 事情远没有结束 这天 华哥发现自己家门口标出了特殊的图案 方块圆圈三角 他跑遍了整栋大楼 发现无一例外都被作成了记号 这时妻子发现女儿不见了 他一边给华哥打电话 一边打开监控 原来孩子在游乐场 等等 那是 夫妻俩飞奔过去 确实抓到了一个神秘人 可是摘下头盔 华哥就知道 这人不是 回到家 华哥疯狂地擦拭屋中的每个角落 晚上又做了噩梦 还产生了过激反应 这个事件让一家人的精神都濒临崩溃边缘 华哥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他给妻女留封信就再度回到哥哥的出租房 结果碰到早就埋伏在那儿的沙马特小董 两人打得元气大伤 劈哄挂财 总算回吴好好聊天了 原来小董就是开篇死去那个姑娘的男朋友 因为女友消失才过来寻找的 正说着 华哥突然看到墙角偷窥的头盔哥 两人赶紧追上去 居然来到那个死去的女孩房间 华哥也看向之前从未注意过的衣柜 里面果然有点东西 旁边的小董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一门棍打倒在地 接下来 华哥和头盔哥开始一番殊死搏斗 期间 华哥还被一刀捅了大腿 头盔哥也一时不慎滚下楼梯 华哥趁机逃进之前救过他们的勤勤子家里 大人不在 小女孩递给他医药箱处理伤口 还带他去找电话 华哥却看到了令人毛骨索然的一幕 小女孩琳琅满目的小天地 以及各色手机 包括他丢的那个 小女孩划开他的手机锁屏 一脸笑意指着上面华哥的家 这里是我们要搬去的新家 我妈妈说 那里可好了 跟这里不是一个档次的 华哥被吓得一个亮枪 却看到衣柜里的哥哥 原来哥哥早就已经不在 而骁勇善战的头盔哥 竟然是个女人 华哥还没回过神 秦秦子走进来 挥下了他的铁棍 华哥身上的钱包里 带着他家里的钥匙 这下不需要密码就能开门了 家里的阿万还不知道危险将至 带着女儿准备去朋友家小住 却突然发现钱包没带 秦秦子把自己收拾的体体面面 带着女儿打算入住新家了 阿万的电梯从车库升到一楼 撞上了一脸肃穆带着铁困的秦秦子 他有些警觉 按下了关门 迟了 阿万逃跑不及 最终被无情地拖进电梯 监控拍得清清楚楚 保安室的人可能回家吃饭去了 蒙在保鲜膜里的华哥 还有一丝生气 艰难地逃了出来 报了警就往家跑 车库里撞上逃跑的女儿和追逐的秦秦子 小姑娘终于急着了一把 先一步上了电梯跑回家躲起来 华哥身负重伤 一圈一拐地跟在最后 按密码进屋 刚抱住哇哇大哭的女儿 秦秦子就拿着铁棍现身了 华哥伤之严重 硬拼拼不过 但他发现了秦秦子的精神问题 竟然理所应当地认为 这是他自己的家 华哥放了一把火烧了房子 秦秦子如同受到窃夫之痛 义无反顾地扑到大户里救他的家 保安和警察姗姗来迟 一家三口终于得救 最后 华哥火化了哥哥 那句对不起总算宣之欲口 而秦秦子则在牢狱里继续吓人 精神障碍 是由于各种社会及次深因素 导致的精神疾病 这部电影是翻拍的韩国电影 完全照搬有时候并不可取 剧情看起来可能会显得有些脱离实际 前半段讲述的兄弟的过往 本以为会有些反转 但到最后都草草收尾了 秦海路饰演的女反派 实在有些为了疯而疯 她背后的故事并没有展开叙述 这个角色显得不是那么立体 不过确实把娇严下成立体了 韩国最擅长的社会人性问题 也没有什么延展 以及出门就是不随手关门 整栋楼的标记愣是没依人看见 警察永远山山来迟 娇严感觉这是好多年前的创作套路了 现在很少有这么傻的片了 当然这些其实都是原片自身的bug 拿到中国背景下 导演并没有修复 而是连场景都直接复制 也难怪平分一再被打低 不过掐头去尾 本片的剧情还是很紧凑的 当作一部惊悚片看 也是完全可以的 秦海路演绎的变态杀手 可不出原本 还有超越知识 娇严想起秦海路那则撞鬼的新闻 就是在排练这部戏 卓越的演员确实够刻苦 够优秀 在排练这部戏里面